华为专题总裁任正非取材自己微网经济日报提供自从发生女儿孟晚舟被捕事件以及被美国封筛以来 华为总裁任正非频繁露面接受媒体采访和以往低调形象大不相同 他首度透露指出美国控制了全球话语权 为了救我的女儿也为了救公司 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证券时报7下新媒体券商中国报道 华为新生社区发布任正非日前接受意大利多家媒体的采访实录 他回应了孟晚舟事件 武克在欧洲的部署是否依赖美国关键零件 是否在网络设备上安装后门等19个问题 认证非谈言 美国说什么大家都容易相信 因此华为承受负面压力过大 自己有责任出来多讲一讲 我也不只是为了救我的女儿 也为了救我们公司 所以我要挺身而出 现在社会舆论对华为理解的大概有30% 但还有70%还是不够理解 所以还要继续说下去 关于欧洲营运商是否会选用华为设备来建设武克网络 他表示这取决于欧洲国家意志决定 也取决于欧洲营运商站在自己角度上的考虑 所以选择权在欧洲 认证非指出目前大陆颁发的武克牌照 营运商建设的武克网络 仍是四克和武克混合组网的模式 由于武克独立组网全球只有华为一家做好 根据大陆招标法规定 必须有三家公司做好才能开始招标 所以大陆只有从明年才能开始独立组网的武克网 独立组网 我们在等待高通的进步 他不担心美国随时停止销售 包括晶片、伺服器、软体等关键零件给华为 因为华为能够完全独立 不依赖美国而持续为客户提供服务 对于西方国家关心的安全问题 认证非重申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题 曾讲过大陆企业不允许安装后门 因此华为不可能安装后门 华为有信心、有底气 可以与各个国家签 华为网络后门协议 谈到美国贸易管制的影响 他坦言从今年初一 350亿美元的销售计划 会下降300亿美元 来到1亿美元左右 由于华为的努力 会缩小下滑的比率 你们来到华为 也亲眼见到我们公司机器 还在充分运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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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u情 和亮度之一 如何